董事长小刚穿着保安服参加同学聚会 不料却被各种嘲讽冷眼相对 丝毫不留任何情面 事情还得从几分钟前说起 同学小梅的车钥匙被小刚不小心弄到地上 可小梅不依不饶非得索要赔偿 女同学表示可以帮小刚赔偿 前提条件是小刚必须和自己在一起 饭桌上的朋友觉得做得太过分 出言劝阻 可女同学丝毫不听劝 还指责有你什么事 没事别多管闲事 一群人就为了一把车钥匙不依不饶 至于吗 女同学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好从小刚在大学的时候把自己拒绝 看见现在小刚做起了保安 心里可别提有多高兴了 你喜欢我 我不喜欢你 感情的事不能讲解 不知道吗 且 幸亏你当初拒绝了我 要不然呢 我不得跟你一样啊 要饭呢 小梅赶紧接话催促小刚赶紧赔偿车钥匙 地旁的阿哲实在看不下去 告诉众人在你们不好的时候 小刚没少帮助你们 饭桌上正在吃饭的同学赶紧反复 阿哲告诉他在住院的时候是谁借给你的医药品 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阿哲对着黑衣男子继续说道 你上学的时候吃不上饭 不记得是谁给你带的饭了吗 小刚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尝出一意气 瞧你这么说 这些人他都帮过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一起敬了一围啊 敬了一围 啊 啊 没毛病啊 你在这 你们玩什么 梦拉伯拉伯拉迪 来吧梦拉伯拉迪 来吧 小刚万万没想到曾经帮助过的人 不仅不念旧情居然还这样对待自己 一旁想要上来阻止的阿哲也被两人控制 两人嘴里还嘀咕着有恩不就得报恩吗 小刚将脸上的水擦干告诉他们 这样做到时候可别后悔 行天我们最后悔的事就是跟你是同学 是不是 阿哲觉得这样的同学聚会根本没有待下去的意义 提议让小刚还是走吧 事已至此 小刚倒要看看这帮好同学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事已阿哲今天非但不走还得坐下继续吃饭 小梅很是疑惑 大家都这样对待 小刚居然还能做得住 赶紧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 对 你这个禽鬼 我们不欢迎你 元元 你至于吗 怎么说你也是真名的前女儿 有你什么事儿着 不得和他一起活 实话告诉你们 他就是荣城集团的董事长 身为上市集团董事长的小刚后面会怎样应对 请持续关注后续精彩内容 长按三秒点赞支持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